2022年5月8号星期天上午10点钟 母亲节澳洲母亲节 我的后院 我这次呢因为是母亲节吧 也是因为是为了剪头发 所以呢就是两个星期回乡下之后 星期五坐火车回来 五点钟的火车 然后到一直两个半小时 到Southern Cross 然后在Southern Cross在45分钟 然后这样子一共就是四个小时 所以从乡下回到摩本的家要四个小时 这个全部剪掉的熟尾草 然后重新再开花 哇看来这个可以这样子一直开下去 嗯有意思 然后最后一茶的玫瑰 嗯今年的这些 去年就是刚刚开始种花园 今年就是冬天就一个轮回 这个这颗不错 不剪一点都没有修剪 它自由生长就会这样子 然后在乡下的两颗不成气候 然后这里呢就是长得非常好 嗯能够开花的这株玫瑰花 这个鼠尾草 杂色的不错 这些这些都是可以到时候就是啊 就是第一次拍视频没有家里的狗 它已经去世了 所以从此以后不会有它的在背景的声音 然后在这里的这个位置好像是阴的 嗯这一颗的到时候会开花 冬天的时候会开花 嗯这边种了这个Vincent Chutters 嗯不是是那种啊双半的香的水仙花 啊家里花了一万两千块做这个 修这个水果 我因为这个事情还跟老公不愉快 他就是对这个家就是怕无家可归 总是觉得我在乡下有栋房子 他也在这里也需要有这种栋房子 其实可以像我的朋友一样租房子住嘛 你要住很好很很舒服的房子 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 哎呦这个来哇小鹦鹉鸟 在这个琵琶树我儿子的生长树 今天面积不错 拍到一个这么漂亮的Rosaria 琵琶树 有鸟 狗不在有鸟 哦对狗不在的话鸟就敢来了 以前狗会把它们吓跑 是的是这样的 柠檬树也要修剪 这棵的樱桃树 还有里芝树 木叶了 这边我第一次种这种梅子 到时候也要牵引 这棵的伊丽莎白 爬仁伊丽莎白 它的图片是这么白的 白色的 但是呢实际上呢它是挺红色的 我乡下的 这棵 莫尼卡 这棵 有一棵花苞 就是 Francis 美兰 美兰的爸爸 美兰公司的创始人 嗯 现在是 立即人 没有 没有什么花的时候 所以呢 就拍它的 身体 就是很巨大的 像阳光光照不同 同一个品种 同一个时间种下去 有足够阳光的 还没有阳光的 差一倍的体量 所以阳光对玫瑰真的是非常重要 好了 在后院很快的拍些下视频 然后就是这个五月 五月是在北半球是午夜新凉 是最多花的时候 在我们南半球是进入深秋 有时候就开始 你看 落叶 就是这棵很大的枫树 还有另外那棵枫树 给我们家麻烦 我花了一万两千块 就是这样挖水管 就这么样子 一万两千块 一万两千块 澳洲人工材料费 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 真的是 谢谢你了 大风数 不可以 不可以砍 也 那个什么 康守市政府 还有保险 都没有cover 所以 一万多块都可以买辆二手车了 但是呢 就这样子 就丢在水里面了 好了 好了 就是 这个开始 冬天的话 花会更少 夜会更少 所以呢 但是呢 草 会蜂长 因为下雨很多 有 这些草 喜欢 这个 秋季冬季春季的 阴雨绵绵 澳洲 摩本寺 花园城市 所以 在 今年 九月 十月份的时候 这一面的龙砂墙 两颗白龙砂 两颗粉龙砂 两颗红龙砂 还有中间两颗粉的 会 很壮观 但是 红色龙砂宝石 因为 供水不足 所以呢 嗯 没有长 太多的损出来 所以 明年春天 没花看咯 但是这些 应该有花看 好了 谢谢各位 下次再见